福源爱的道歉公开声明之后呢 再一次引起网友非常热烈的讨论 列出了五个矛盾点 像是什么叫做轻率的行为 因为福源爱已经本身有两个小孩了 说自己没有社会经验呢 很难让人相信 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个公众人物 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跟前辈这样出游到横滨的轻率行为 应该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第二个娱乐记者呢 他也就提到了 当时拍了55张多的照片 但是有几张会看到是 福源爱好像都会对准镜头 反倒是旁边的男士呢 真的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这个是不是另外一种 刻意找媒体来拍的手法呢 第三个疑点呢 就是福源爱他是公众人物 在有婚姻的情况之下 跟其他的男性单独出去 而且还是住饭店 即便是一人住一间的话 难道不会引起别人的误会吗 第四个疑点是 假如福源爱真的是想散心的话 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是找你的女性朋友 而是找男性朋友呢 第五个疑点就是呢 福源爱承认跟前辈一块来过夜 但两人是没有住在一起的 网友认为啦 即便呢在同一个饭店当中 一人住一间 但你第二天之后呢 两个人又一起回到了女方家 这个话真的是跳到黄河里 大家怎么说 也都说不清了 那么福源爱呢 被日本八卦杂志拍到的照片呢 是跟一个高大的男生约会进入到饭店 现在日媒体呢就踢爆了 说福源爱呢跟帅哥同游 横滨中华街的时候呢 亲自为男方吃冰 互动非常的亲密 对此福源爱透过了经纪公司发表声明 也第二次写下了亲笔道歉信 他反省自己太过于清帅的行为 福源爱和高大男同游横滨疑似外遇 过程被八卦媒体拍好拍满 一口气曝光55张照片 堪称核弹及爆料 震撼台日两国 福源爱先是透过公司发表道歉声明 随后又公开亲笔信两度道歉 镜中提到让台湾的丈夫 小孩和家人感到不安及担心 深刻反省 并且强调一起出入的男子 是自己所尊敬的朋友 因开公司结识 并重申两个人确实没有同住一间房 福源爱最后也提到 会和江洪杰共同面对问题 讨论出对小孩最好的做法 信默再度为自己的亲帅行为道歉 即便福源爱连续道歉直写 但更多不利他的细节一一被公开 除了一开始 福源爱就坦诚和高大男 同住饭店 但是开两间房 对方只是帮忙搬行李 再到南方 到福源爱家过夜 小爱再度强调 两个人分房睡 但日媒却直击 福源爱在横滨中华街 亲自为南方吃冰淇淋 险见两个人 关系亲密 不过就在日媒 女性7爆出福源爱 疑似外遇后 另外一家八卦媒体 周刊文春 却爆出福源爱 离魂真相 是因为台湾老公一家人 是集体霸凌的怪物家族 更点名福源爱婆婆和大姑 只是比对两大周刊报道 角度截然不同 有消息人士放出阴谋论 说福源爱可能是知道 自己被拍到约会照片 才会赶紧找上日媒 爆料夫家内幕 塑造悲情 媳妇形象 江浩姐透过声明 隔空回应老婆 服源爱的道歉 强调对小爱的爱不曾改变 真心不希望不识八卦 伤害了我们的至亲 还强调未来 彼此的情感不会消失 声明之后 4号晚间再发文 替岳母亲生 IGPO出照片 甜喊爱妈妈生日快乐 似乎要证明 双方家庭仍然关系良好 美满婚姻的形象重创 就看一连串的声明 能否让风波止息 记者综合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